对看路张飞加辅助顺便 兼称 飞飞组合 兄弟们 我这并不是在煤火硬折 这个组合呢 它还是很有说法的 首先嘛 我这个张飞 他走对看路 我拿他当一个坦边来打 我有盾有力 我看一眼能力还强 只要我不烂呢 我基本就死不掉 然后我再打个顺便 这坦度 谁心里还没点输 看这波 中路抓到一个脱节的 那我们直接跳下去 我以冷冻之名 配合打野 带走误格春夫 剩下的打几根鱼 根本没有什么压力 直接一起抬走 诶 那这个时候呢 肯定有细心的兄弟们 就会发现 我张飞碰完大剧后 居然还剩下一半的能量 没错 这个就是 这个组合的最强势之处 孙兵的技能 是可以反还张飞 大招一半的能量的 什么概念 刚才我们不是在中路 打了一波 男性在回到战路 一阿一波 大招CD装好的同学 能量也长好的 诶 就是无分连接呀 这相当于 穿了四绝新能杀 完全不安心 冲能效率 那有了大招 这个防御塔 这个要 怎么了 能不能杀 很杀 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排在这个位置 我们直接冲到对面脸上 对面技能 上一波全焦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还在CV 那这时候 对面该如何应对呢 等说明来了 我们就直接杀 就现在 直接把他射到了防御塔上 注意到他 就是他压的一顿输出 他才不要紧 重置一下他的伤害 我们再杀回去 他造势当心 能击进击出 那我万能敌张相 越防御塔 杀两个再走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有钱的张飞 那才是真正的万能敌 没有大招有什么关系 我这一生漏装 我连个西约打 有什么问题 那对面最想不到的就是 有造一日 居然会被一个张飞变后路 尝醒了 哎呀 这根本就不慌的 我这踏板还没用呢 一口仙气 直接多出半条命 来 老子陪你再打 干嘛就会了 现在已经是后期了 五根双边的装备 都已经成型 那现在 才是这个组合最强的时候 这就来 你们看看 飞兵组合 恐怖的压制力吧 越高地 杀了当自己 回头还能摆着 对面的打野跟辅助 在对面上当收割的时候 居然还能再喷出一个大招 力撞下去 其实我是想说 如果你们也能够像我一样 张飞一波团长 能开出两个大招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太酷了